大家好,我是老白 就在今天,11月24日凌晨4点30分 在我国文昌航空发射场 用长征5号摇武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了探月工程 嫦娥5号探测器 顺利将探测器运送到了运令轨道 正式开启了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一局返回之旅 计划带回2000克月球土壤和岩石等宝贵的样品 探测器将在月球正面 最大月海风暴扬北部 员姆克山脉附近着陆 这个位置从未有过其他国家到访过 如果成功 中国是去美国和前苏联之后 第三个取得月亮样本的国家 我相信大家在网上看到了很多 嫦娥5号的报道 大多数谈的是嫦娥5号探测器 对月亮形成和地质结构的探索 但是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是 嫦娥5号对亥山的探索 亥山又被人们称为人类未来的人员 其实长期来太阳持续不断地释放亥山 地球的磁场和厚厚的大气层 几乎使亥山无法抵达地球表面 地球表面天然的亥山极其缺乏 整个地球的总量不超过几千克 但是月球这40亿年来 其实不断地积累亥山 根据计算 从月球表面到地底下数米深的地方 大概有110万吨的亥山 而目前 全世界所有的人口 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城市 一年的发建量 只需要100吨的亥山就能完成 而月球的亥山 能够支撑人类 以现在的消耗量 持续生存数万年 同时在核聚变反应中 轻的三种同位数 与亥山聚变释放出的能量 是所有核聚变反应中最大的 因此 亥山是核聚变最理想的燃料 可以说 如果这时嫦娥5号 成功完成采样返回 我们就可以明确月球表面 可以开采亥山的具体含量 能够有一个明确的可行性的概念 是明确下一步探索开发的 重要的指南针 那么 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就来具体聊聊月球 聊聊月球上面的人员的 深夺战 Babitalk 我们把复杂事情摆成明白 SpaceX的埃隆马斯克 一直希望一名火星 不过 我看他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表现出一些失落的意思 比如说 他提到 只有70%的机会 能够成功 一架 他可能缺到火星 一去不复返 埃隆马斯克的 Solar City太阳能公司 也一直在探索 移民火星的供电问题 最新的一期 Lature的光洁水催化剂的论文 也引发了科学家们的讨论 其实 不管是往返 还是火星燃料的问题 还是早期移民的生产问题 人员 永远是首当其冲的问题 在人类发展历史中 不管是远古的壁画 还是早期人类的活动记载 火也是人类掌握的第一项技术 恩格斯在评价火的作用时候说过 摩擦生火 使人类第一次支配一种自然力 从而最终把人 从动物分开 我们回看历史 不管是17世纪中叶 工业革命的兴起 进入了煤炭时代 随着蒸汽机的发明 机械力大规模替代人类 钢铁 铁路 高楼 热兵器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自从人类掌握了地球化学能源 科学 战争 巨变 彻底改变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轨迹 到了19世纪 随着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 世界由蒸汽时代 进入了电气时代 随后以强电为载体的电力系统 形成了整个现代社会 能源传递的大动脉 使得能源可以被送到各行各业 和我们千家万户 支撑着整个现代社会的快速运转 而近些年 以弱电为载体的通讯网络 是现代社会的神经系统 使得电能由强电 往弱电方向延伸 由传感器设备 通讯设备 通讯网络 专件硬件 等组成的信息系统 已经参透到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使现代社会处于一个 可观测 可感知的状态 使数据与信息成为了人类 新的载体 甚至成为了重要的资源 可以说 电力系统在过去一个世纪 创造了无可比拟的辉煌成就 在电力系统的强力通论下 现代科学技术 迎来了一个爆发期 生产力在第二次工业革命 和第三次工业革命 实现了重大的飞跃 但是 目前随着人们对微电子的不断探索 摩尔定律 似乎到了瓶颈 在电力时代 留给人们的想象空间 似乎并不多了 这几十年来 人们一直没有迎来 新的理论性的重大突破 不然发现 能源的瓶颈 也许是最重要的障碍之一 同时 目前我国是当今世界 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进口国 能源供应链的安全 是经济发展的 最重要的风险之一 这是全球最主要国家 能源结构图 我们可以看到 煤炭 石油 天然气 依然是最主要的人源来源 而目前最主要的三大新能源 包括重大型水电 新可战生能源 传统的生物质能 其实 都无法从根本性的 解决能源安全的问题 这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 那么 接下来我们聊聊 氦3 氦3 作为氦色同位数 由于氦3 可以与氢的同位数 刀进行核聚变反应 但是 与一般的核聚变反应不同 氦3 在核聚变的整个过程中 不产生中止 所以 放射性非常小 而且整个反应 非常易于控制 所以可以说 氦3是一种 既环保又安全的人员 如果采用 刀和氦 进行核聚变反应发电 因为我们国家 每年能量消耗计算 每年只需要 30吨左右的氦3 就可以了 而2019年 我们仅煤炭 就消耗了48.6亿吨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 我们只需要 3.6亿分之1的氦3消耗 就能替代 全国全年所需的一个煤炭 而目前据统计 地球上大概有 20%的能量 来自于核裂变反应 其实 核电 一度以其 稳定的发电功率和时间 以及接近煤电的 一个发电成本 成为了全球新能源的宠儿 如果不是其安全性问题 生长 一度有可能在未来 成功替代矿物能 成为第一大能源 1979年 美国三里岛核事故 1986年 前苏联切尔罗布蒂核事故 以及2011年 日本福岛核事故 这三起核事故 可以说是严重打击了 全球核电站发展的信心 使得全球核电站发展 蒙上了一层 重重的阴影 特别是在2011年 福岛核泄露事故发生后 许多国家开始重新 对核电站的发展 重新评估 日本叫停了 全国所有的核电站 德国和瑞典宣布弃核 法国宣布 到2030年 将国内核电站发电站比 从75%下降到50% 美国暂缓了 所有核电站的 电站的一个批复 我国暂时停止了 所有核电站新项目的审批 许多国家开始不同程度的 搁置了核电站的项目 我之前做了一期 关于福岛核电站的视频 里面介绍了 现在核电站使用的川水 其实到目前为止 人类还没有一个 比较好的方法 对川水进行一个 很好的污染处理 可以说 日本不仅因为福岛事件 经济损失严重 生活环境受到了危害 社会舆论也造成了 空前的危机 在这个环境中 正是由于各国 对核电站的不信任 下一代核聚变反应 就脱颖而出了 特别是害三 在整个反应过程中 反射性产物的大致降低 仅有1%到5%左右的 中止产生 而在未来 随着第三代核聚变材料的突破 核聚变反应 甚至在整个过程中 不产生中止 能够大大大大减少 对环境的危害 非常有效地杜绝 类似于福岛核泄漏事故的 再次发生 虽然目前人们 对害三的研究 还不是特别成熟 但是可你肯定的是 以害三为代表的 第三代核聚变材料 是一种安全 清洁 低碳 并且非常可靠的一种新能源 在目前 其他新能源技术 在经济性上 不具备竞争力的情况下 害三是非常值得去 加大投入和细心探索的 同时 另一方面 核聚变反应 不仅能够应用于生产电能 而且是非常完美的 一个火箭推清器的燃料 可以说 对于未来新际移民 也是至关重要的 接下来 既然害三这么重要 那么 我们就不得不去考虑一下 害三的成本问题 虽然如果从单次成本收益 角度考虑 以目前全球平均电价计算 一吨的害三 价值大概在400亿美元以上 所以 理论上 开发一吨的成本 小于400亿美元 都是划算的 其实在这方面的研究 学术界已经展开了 非常广泛的一个讨论 现在比较主流的一个流程 如果拆分下来 主要有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展开勘探工作 首先就是要明确 欲求表面 什么地方的害三比较集中 其实这和开采石油 是一个道理 比如说 我们开采一个石油丰富的地区 和开采一个石油平坚的地区 往往成本 可能会相差数万倍计 开采害三也是同样的道理 虽然我们知道 欲求富含丰富的害三 但是 具体什么位置勘探 欲求上什么位置 什么地区的害三 储量丰富 其实 都是首先的 最重要优先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们这次长额5号探测器 已是带有着这个目标 之后 我们有可能还会发射 长额6号 长额7号 等等 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之后的第二个步骤 才能进行实验性的开采 此时 就需要建立小型的加工站了 需要专门的机械 去收集月亮表面上的土壤 然后加热至600度以后 就能分离出气体氦 然后再将气体氦 分离出同位数的害三 第三个步骤 就是将害三气体液化 以便于运输 最后一个步骤 也就是第四步 将这些液化的害三 用航天飞行器运回地球 一般来说 航天飞行器一个周夜 便能成功将 数吨的害三运回地球 可以说 地球每年所需的能量原料 只需要航天飞行器 各位数的飞行就能完成 如果这个设想能够实现 按照科学的计算 成本大概是 现在核电站发电成本的 十分之一不到 而且更加的安全和环保 所以越洋的害三 具有巨大的开发前景 但是这个过程 肯定是非常困难的 特别是地月之间的 一个运输方式 目前来说 非常的复杂 需要消耗大量的 前期资金和人力投入 所以可以说 嫦娥五号探测器 这次行动 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我前面说的 它对未来开采 月球害三的具体行动 能够起到一个 非常明确的 一个指标性的意义 最后 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次嫦娥五号的登陆地点 这次嫦娥五号的登陆地点 是在月海风暴 阳北部的女母科地区 平均的面距 大概是4000平方千米 近三年科学家 对女母科地区的观察研究显示 该地区大概拥有 30%到53%的光照率 而且地基观察系统通讯条件 比较好 优良的观察条件 可以快速提升月表的温度 但是又由于月表风发层 具有一个良好的绝热特性 对内部的温度还不太确定 这是女母科地区地形图 里面白色方框的位置 是这次嫦娥五号探测器 建议的登陆点 这是女母科地区 表面温度分布图 以及嫦娥五号 候选登陆点的一个 部分的温度变化 这些数据都是一些公开数据 总的来说 科学家对这块区域的研究 还是非常全面和细致的 希望这次嫦娥五号 能够顺利地返回 我们也一起期盼它的归来 最后总结一下 月球形成于一次大碰撞事件 随着岩浆阳的结晶 分毅和固化 导致了月球的形成 这40多亿年来 月球就像守护天使一样 守护着我们地球 它给我们原本平息的大海 带来24小时 48分一个周期的两次潮溪 带来的生命 带来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 同时 它也是我们最忠实的 一个看护者 给我们挡下了 无数颗的流星的轰击 从它满目苍蝇的表面 就能看出它的无师 同时在未来 月球很有可能 给我们带来 人类探索宇宙第一批能源 是为人类 有可能突破 现有能源的束缚 也有进一步 探索宇宙的能力 月球 我们应该给它说一声 谢谢 嫦娥5号 加油 Web Talk 我们把复杂事情摆成明白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可以展开更多讨论 最后 谢谢各位 点赞 拜拜 拜拜